近年来中国民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高涨 虽然1988年中共已经提出了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动议 但是时至今天这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仍然处于难产 对此有中国网民分析了官员财产不易公开的十大理由 大陆网络上流传了一则网贴 讽刺的分析官员财产不易公开的十大理由 一 暴露贪腐会给政府抹黑 二 会打击从政积极性 爆发移民潮 造成人财流失 三 严重影响房产等物价稳定 四 落马者众多 监狱不够 五 统计部门人手短缺 六 地方保护难以深入 七 根繁叶茂无从下手 八 二男小三难以安抚 九 财产转移还需要足够时间 十 数字太大会吓坏百姓 中国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胡军指出 这十大理由的确是中共官员所顾虑的 因为他们清楚 他们所有的财产来源几乎都是非法所得 他要是公布了财产的话 中共对于中国老百姓进行的财产的整个的这种错误面目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他不愿意不公开 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体制的建议就是一个财产的一个过程 财产的财产都装在中共高官的口袋里 3月24号上午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莲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指出 这些年来城镇化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 政府机构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最低的估计30万亿 北京一间人士李金城指出 中共当局这些年来掠夺农民的财产远远超过30万亿 据报道 郭生坤在广西任职期间非法强征土地数万亩 数百亿落入广西腐败利益集团手上 土地被中用后 当地形成了出家女问题 他们被拒绝参与集体经济利益分配 又没土地可种 生活无着落 近年来 出家女上访人数达数千人 李金城指出 自中共窃取政权以后 官僚阶级就一直靠强征暴敛 掠夺老百姓的财产进行利益分飞 说出为什么他不敢公布财产是太清楚了 一旦公布财产以后 可说他立马就倒台了 现在老百姓已经愤怒到几点了嘛 你说你查查看官员哪个不搞出来上议啊 大陆自由撰稿人刘一鸣表示 中共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法案已提出多年 但一直受到利益集团的抵制 这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不败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上面的官 几乎是无关不贪的 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立淘汰 你这个官越清越正直 你可能就越难升官 甚至有可能下雨 你这个官越谈越会发展 肯定你官越清越快 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高调反腐 一批房书房审房姐房妹相继被曝光 中共民间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呼声 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在中共两会前 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签名 征集中国型的法企人阮云华 张坤等人 被北京警方带走后被失踪 两会召开期间 山西维权人士李茂林 由于递送民间请愿书 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被关押 直到3月21号才获释 另一方面 胡军指出 如果中国的官员财产公示法案真能启动 也不会有太大意义 胡军说 公示官员财产只能作为中共官员作秀 和打击政敌的工具 胡军指出